炎炎夏日 习惯戴变色隐形眼镜的女性朋友可要注意 因为高温可能会使角膜变色片 与角膜之间的泪水层蒸发 产生泪液热能吸附效应的物理现象 让镜片粘在角膜上拔不下来 我要拔那个隐形眼镜的时候 我就发现 怎么很难拔 然后我就硬拔 拔完了之后 我就发现我的那个眼睛非常的痛 然后我就发现 怎么还有那个碎片在那个眼睛里面 温度只要36.5了 那你在拔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 因为你那个吸 也许下面的泪水都已经蒸发掉了 你自己都还是不知道 医师也提醒现在网络社团 或是社群网站上 有许多不合法的廉价隐形眼镜变色片 高温下很容易让变色片的染剂剥落 所含的化学物质 更会造成呼吸道皮肤与眼睛伤害 没有经由胃腹部核准的 一些引擎眼镜 然后这些呢 大概你去烤肉的话 大概约80度左右 这些色素就很容易就 大概就会掉下来了 那掉下来之后会产生毒性 那我在临床上 我们也遇到过 就是说这些毒性会造成我们 眼角膜的一些破皮 甚至溃疡 带角膜放大片 看起来虽然美观 也让双眼看起来更有精神 但现在高温气候 民众佩戴隐形眼镜的时间 尽量缩短 保护好自己的灵魂之疮 原来介绍的该怎么自慢 高尘市采访不到